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1月5號星期四 其實說台股在2023年 過了三個交易日 兩個交易日 其實在這兩個交易日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到 整體的盤面 就是符合我們在 去年年底所說的 有庫存的會漲 沒庫存的 有庫存的不會漲 沒有庫存的會漲 如果說沒庫存 而且又便宜 它就會大漲 所以其實在整個1月份 或是說第一季也好 選股的重點很簡單 賺錢很容易 有庫存跟沒庫存 它就是可以讓你賺錢 跟不能讓你賺錢 所以你去看 昨天包含我們的3704的核心控 都有跟大家公開分享 昨天核心控一根漲停板 它也是很標準 無庫存 而且夠便宜 就是一根漲停板 所以其實在整個第一季 就像我們在去年年底所講的 指數不重要 加權指數它就是大區間橫盤整理 大區間橫盤整理的過程 個股就會變得很重要 所以我們直接看指數 以加權指數來講 這個時間點它就是區間震盪整理 不用去花時間去做分析 它就是大區間震盪 這個位置它叫做區間下緣 那區間下緣它隨時會往上拉 那可能拉到15000 15500之間 它就會開始在震盪下來 這就是大區間震盪 所以相信我 在這個時間點 過一個季度你回過頭來看 你會發現 現在你去分析指數 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過一個季度回來看 它不過就是在震盪主體的過程 所以其實在現階段 選股絕對是大於說加權指數 因為如果說單純去看加權指數 或是說單純去看一些大型股 Apple Tesla 會覺得說好像行情很差 但實際上中小型股行情是非常的好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 來 你去看 很重要 只要是無庫存的 它就會漲 你去看 這兩個交易制都漲什麼 綠能 遊戲 IP 細智材 IPC 工業電腦 元宇宙 網通 傳產 生技醫療跟檢測 這些類股它沒有庫存 在第一季它會不斷的輪漲 這些是會漲的股票 好 那如果無庫存又便宜 它就會大漲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選股重點 無庫存而且夠便宜 它就會是第一季的標股 所以你去看 包含中興電 包含天宇 包含星象 橘子 一直到昨天的核心控 都是我們在12月的月底公開告訴大家 它在1月份會很強勢 為什麼 為什麼在12月底挑選這些股票 因為我知道在1月份 就是要去挑無庫存的股票 所以這就是透過產業加數字 透過產業你會很清楚知道 在第一季我們應該要去操作 無庫存的股票 透過數字你會很清楚知道 這這麼多無庫存的族群裡面 哪一檔才是最強的 所以當指數在震盪 產業加數字 它的優勢會被放得非常非常的大 這也是為什麼 每當指數震盪 你更需要加入我們的Light 因為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什麼股票它太貴 什麼股票它是便宜的 可以進場去做買進 所以記得先拿出你的手機 打開相機 掃描QR Code 直接打開相機 掃描QR Code 如果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昨天的核情控你可以去賺到 就是只要掃描加入 昨天你就賺到一根掌停板 或直接輸入ID 小老鼠WE178V178 所以其實一直到農曆年前 或是說整個第一季 就把握一個重點 就一個重點就好 無庫存 無庫存會漲 無庫存又便宜 它就會大漲 這就是我們的選股重點 所以其實第一季你說 行情好嗎 單純去論加權指數 當然是不好 加權指數它就是大區間震盪 但是如果說要去看裡面的個股 個股會非常強勢 3704的核情控 來你去看 核情控我們在12月的月底講 我什麼時候不講 偏偏挑12月月底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 這樣子的股票 在1月份就會發酵 12月21公開講 這就是一檔便宜的好股票 這個位置 都還沒有起漲 12月30號 2022年的最後一天 特別強調 這一天有買盤進場 要特別去留意 這個位置 本週二 1月3號 收小黑 昨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38.15 是不是 很標準的便宜 無庫存 我們都是公開這樣操作 12月底 告訴大家 便宜好股票 12月30號 預告有買盤進場 昨天一根漲停板 公開操作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的節目 絕對是非常有價值的 每天8點半 準時收看 或是加入我們的Light 這一根漲停板 很輕鬆 你就可以賺到 這就是在農曆年前 給大家的大紅包 所以其實你去看 產業家數字最大的優勢 就是你會很清楚知道 這個時間點 我們該去做什麼樣的族群 透過產業 我會知道說第一季 就是要去操作 無庫存的族群 透過數字 我會知道 這些無庫存的族群 哪一檔會最強 你說核勤控 它是網通也好 它是軍工也好 隨便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網通類股 軍工類股 這麼多檔 加一加可能四五十檔有 四五十檔的相關概念股 為什麼只有核勤控漲停板 昨天這些網通類股 其實普遍都算強勢 但是唯一有漲停的 只有核勤控 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它是最便宜的股票 就像我們所講的 來你去看 2023年預估要賺五塊錢 就今年 今年至少要賺五塊錢 要賺五塊錢 不到35元的股價 記不記得當時怎麼說的 不到35元的股價 能看嗎 35元以下買進 昨天最高38.15 很輕鬆就是一根漲停板 所以這就是數字的優勢 你去看 假設你只知道核勤控 它是軍工 它是網通 你知道它的展望很好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數字 好 請問 在你不知道數字的前提之下 35元它是貴還是便宜 不知道吧 就是說不會有人知道 它目前的股價到底是貴還是便宜 一定是說 你要去知道 它在今年的預估獲利是賺多少 你才會知道目前的股價是便宜還是貴 那當你知道它在今年 保守就是賺了五塊錢 不到35元的股價 只會有一個動作 叫做買進 昨天就是一根漲停板 所以這就是數字的優勢 掌握了數字 你會很清楚知道 這個時間點 這個價位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就是很多人在做股票 就會變成說是靠感覺在做股票 就會感覺好像漲很多不能去買 或是說感覺好像漲不動也不能去買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要去看它的位階到底是在哪裡 夠便宜就可以去買 那如果說太貴 一定就是要先去避開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產業加數字 在指數震盪 它的優勢就會被放得非常大 賺錢就是這麼簡單 產業可以選出現階段 你要去做什麼族群 數字可以選出什麼樣的股票 它會最強 所以昨天這麼多軍工這麼多的網通 唯一漲停的就是3704的核心控 包含像是1513的中心電也是 1513的中心電 數字的優勢在哪裡 它就在於說你不會感覺漲多了不能去買進 我們在12月15號有特別強調過 看起來中心電它已經漲多了 那你去看 核心公司便宜無庫存 中心電也是便宜無庫存 好 重點在這裡 當時是從49元漲到了68元 感覺起來漲很多了吧 你去看這張線圖 這張線圖看起來它就是 如果你說這個位置要去買進 感覺起來是在追高 是不是 但是如果說 你很清楚知道它在今年的數字 你就會知道 其實70元以下的股價 一點也不貴 這個感覺其實說 講白話就是 中心電假設說它的建議售價是 80到90塊好了 它現在是賣70元以下 只會有一個動作 叫做買進 所以你去看 這裡 12月22號 這個位置還特別提醒 跌下來它是有一個新的買點 1月3號 2023年第一個交易日 直接大漲了9.8%以上 昨天 最高來到了77.4% 這一段漲幅足足20% 這就是很標準 便宜而且無庫存 綠能相關的股票 它不會有什麼庫存 2023 預估要賺6到7塊錢 6到7塊錢不到70元的股價 這就是便宜的好股票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個觀念 就是說 有政府政策加持的股票 它的本益比可以給的比較高 因為他說它的訂單比較穩定 訂單穩定 本益比就會拉高 本益比拉高 同樣的數字 它的建議售價 或是說它的合理價 就會跟著往上拉 所以中興電它是有政策加持 本益比還不到10倍 百分之百 這就是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你去想 假設說你只知道中興電 它有氫能源 它有電網相關的一些利多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數字 在這個位置 你一定不敢下去做買進 這裡 是不是 如果你單純只知道它的利多 它的一些基本面 但是你不會 這個位置你不會覺得 它是一個好的買點 但是如果說 你知道它的數字 6到7元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 這個位置 它不叫做追高 它不過就是 一個便宜的價位 所以 本週二往上漲 昨天繼續在創高 所以這就是說 如果你單純去看著線圖去做股票 靠著感覺做股票 這兩根絕對是賺不到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每當指數在震盪 你更需要來找我 因為只有產業加數字 才能夠帶你買進 最強的便宜好股票 透過產業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去做什麼樣的 產業跟族群 透過數字你會知道 這麼多族群裡面 哪一檔股票才是最強的 包含像是8171的天宇也是 12月15號 當時有講嗎 這是便宜的轉機股 很便宜啊 今年要賺4到5塊錢 天宇也是有政策加持 政策加持 本益比可以給的比較高 4到5元50出頭 絕對是便宜的股票 12月28還提醒 這個位置要去留意它的買點 1月3號 盤中直接一根漲停板 2023年的第一天 就直接漲停板 非常的標準 便宜 而且無庫存 昨天最高來到了56元 從這個位置 50元以下到56 足足也是15到20%左右 這就是數字的優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第一季 其實在第一季我們的優勢 會被大幅度的放大 因為在第一季指數會震盪 當指數震盪 便宜好股票的優勢 產業加數字的優勢 它就會被完全的凸顯出來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先加入我們的Light 我們在這幾天 會有全新的大標股要去佈局 因為說其實每個年度 都有屬於每個年度的大標股 如果說以去年來講 可能說最具指標性的就是輪飛 輪飛到今年 它絕對不可能再複製一次 今年會有屬於今年的大標股 當然說這些有機會翻倍的股票 我們都已經挑選出來了 現在等的就是一個買點 買點什麼時候出來 大家先打開手機 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好 那你去看 這是其中的兩檔 2023年的大標股 檔數有很多 我先給大家看這兩檔 我先不公開 這些我們都還在等買點 光通訊這一檔 全年預估9到10 百元以下 絕對是便宜的 這一檔 全年預估8到9 股價50元以下 什麼意思 代表這一檔 在今年它是有機會翻倍 它的數字對比上 股價的落差太大了 有機會就是今年的大翻倍股 所以想了解這兩檔 在今年的潛力大標股 歡迎利用廣告時間 先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進段廣告 所以其實說 做股票真的不要去把它複雜化 很多人會說什麼總經面 所有的經濟數據 所有的指標都要去看 全部都看過一輪 才要去買股票 其實沒有這麼複雜 要在股票市場賺錢 產業加數字 絕對就夠你賺 你去想 透過產業 你會很清楚知道 在一月份 在整個第一季 我們要去挑選 無庫存的股票 當你去挑選 無庫存的股票 你就已經先贏了一半 透過數字 你會知道 這些無庫存的股票裡面 哪一檔才是最強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昨天核情控 就一根漲停板 所以大家要先記得 加入我們的Light 準時收看我們的節目 跟加入我們的Light 昨天的漲停板 大家都賺得到 裡面都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直接掃描QR Code 打開相機直接掃描 或輸入ID 小老鼠WE178 WE178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 有任何的問題 在農曆年前 要去太弱流牆 除舊不新 也歡迎直接掃描 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會直接去幫你做處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 會有很多的好股票 就是說 只要說它的位階夠低 它的買點出來 我們就會開始去切入 所以你說在 從今天一直到農曆年 大約是剩不到10個交易日 這10個交易日要去做什麼 當然就是把手上一些股票 去把它太弱流牆 轉換到今年有機會成為 大黑馬的股票 這兩檔 這就是其中的兩檔 你去看 這一檔是光通訊類股 全年預估賺9到10元 股價百元以下 確定是夠便宜 重點在這裡 這一檔是儲能相關的概念股 全年預估要賺8到9塊起跳 股價不到50元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全年保守就是賺8到9 股價不到50元 代表什麼 而且它又是儲能 儲能代表什麼 儲能代表說 它有政府的政策的加持 政策的加持 本益可以給的比較高 我們隨便給個10倍就好 8到9元 50元 絕對是有翻倍的潛力在 所以這些股票 其實我們都是 預先先挑選出來 一旦有一個好的買點 第一時間就會下去做切入 這就符合我們所講的 賺錢不過就是三個步驟 挑選便宜好的股票 等待起火點買進 接著就是等賺錢 所以這兩檔 我們就是在等一個好的買點 先挑選出來便宜的好股票 一旦說這幾天 農曆年前有好買點 第一時間 我們就會進場下去做切入 所以在這幾天 一定要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它最好的買點 可能就是在農曆年前 所以手上有任何的持股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不知道怎麼去做轉換 都歡迎直接來電 跟我們取得聯繫 所以其實在第一季你去看 其實你去看這些對比圖 你就會知道 加權指數長這樣 加權指數 沒什麼好分析的吧 你去看這個位置 在這樣子的橫盤整理 去分析加權指數 是一件非常無聊的事 這裡就是區間震盪 區間震盪 便宜無庫損的股票 相對就是強勢 好那你再去看其他的 包含像是中心電也是 是不是 指數震盪 中心電 相對是走高 包含像是核勤控也是 昨天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對比上大盤 它是非常強勢 大盤漲這個樣子 它是 橫盤一段時間 昨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便宜而且無庫存 所以其實你光是看這兩天的走勢 你就會知道 第一季法人的資金在想什麼 因為就像我們在本週跟大家分享過的 其實如果說以全年的角度來看 每年的第一個交易日到大約是第三個交易日 法人資金會開始重新建立屬於今年度的一些部位 所以它的邏輯性就很重要 不是說法人去買什麼 我們就跟著去買什麼 而是說要去看法人 他是偏好什麼樣的類股跟族群 那以這兩天其實是非常的明顯 開紅盤的第一天 大部分的資金都是流向IPC制裁 檢測廠 離岸風電綠能相關 那還有包含驅動IC 代表什麼 代表無庫存而且又便宜 就是第一季法人資金會青賴的股票 昨天遊戲類股也強勢 你去看喔 3293的形象 我們也是公開講的吧 12月21公開講過 這就是一檔便宜的好股票 這一根長黑下來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買點 往上拉 12月30號 2022年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還特別提醒 有買盤在進場 要特別去留意 昨天1月4號 直接大漲了將近3% 又再創高445元 很輕鬆又是5萬元的價差 將近是5萬元的價差 所以其實 你這樣看我們在賺 其實做股票賺錢真的不難 產業價數字 你覺得很清楚知道 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族群 透過數字 你覺得很清楚知道 這檔股票目前的價位 我應該要去買還是要去賣 就是說會讓你的操作 會變得非常的有邏輯性 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SOP 不會說你覺得它漲多 就不能賣 覺得跌升 好像就可以去低階 沒有這回事 所以你去看 星象這也是很標準 2023要賺40元起跳 股價400出頭 這確定就是便宜的好股票 遊戲類股也不會有所謂 庫存的問題 這就是很標準 便宜而且無庫存 是不是 相對強勢 大盤長這個樣子 星象長這個樣子 包括像是6180的橘子也是 便宜的好股票 2022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提請有買盤進場 前一天往上拉最高到72.7 昨天開底走高 又創下收盤價的新高 相對也是強勢 你去看 橘子本身就沒有所謂庫存的問題 2023年預估要賺8到9塊錢 71元的股價 絕對是便宜的啊 相對於大盤也是非常的強勢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其實掌握一個重點 便宜而且無庫存 它就會是第一季最強的潛力表股 那這些便宜無庫存的好股票 我們都已經選出來了 只要有好的進場點 我們在第一時間就會下去做切入 可能在今天也可能在明天 進場點不一定什麼時候會來 總之我們就是先把資金準備好 股票準備好 一旦來了 就帶大家一起進場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買進全新的便宜黑馬股 歡迎利用盤中時間 跟我們取得聯繫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 시간이多久 提到我們 tulee